中和區張和國中力推環境教育不遺餘力 禁止由家長的推薦引進了園藝治療的課程 希望讓特教班 也就是歡喜班的學生 能夠親近泥土 親近植物 藉由植物的生長 讓學生看見生命的奧妙 這不但是生命教育 土地教育 也是食農教育 希望接下來也能夠一步一步的向全校學生做推廣 張和國中是環境教育的特色學校 那我們也期待孩子們從親近土地開始 從愛自己 愛他人 更愛這個世界 所以這是有這個課程的真正的意涵在裡面 那我們這一次是透過特教班 歡喜班的孩子 去開始這一母希望的田地 希望他們透過種植 透過松土 透過養殖 透過愛護這個土地 能夠更愛自己的生命 在搬土 松土的過程中 也許有學生不習慣碰觸到泥土 但在老師的循序漸進下 漸漸卸下心房 玩前一片也笑得開心 透過這樣的過程 不但能夠穩定學生的情緒 更能夠看到自己種的蔬菜逐漸長大 從松土 種子 發芽到長葉的每個階段 親身感受 無疑是讓大自然成為一個最天然的教室 所有小孩都可以接近這個大自然 接近土地 接近植物 然後看著植物的生長 長大就生命力 然後激發他們的信息 然後他們的向上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很感謝我們的商業國中的校長 范校長 他願意給我們這麼好的一個校園的這一塊土地 整個過程當中 就是一個生命體跟另外一個生命體的對話 也就是人跟植物的對話 那我們希望學生能夠透過這樣的課程 他可以不只是學習到什麼叫健康的蔬菜 還可以透過過程當中 他去練習到他的肢體動作 他可以練習到合作的精神 他可以練習到如何把健康的蔬菜 然後變成是自己可以吃的糧食 或者是佳肴 然後營取 收取最好的營養 坐輪椅的學生 也有貼心設計的高架台 可以輕鬆接近到泥土 帶來的嗅覺 觸覺等感官刺激 讓泥巴不再是想像中髒細細的樣子 而是大自然組成生命的必備元素之一 練習照顧植物 看見植物旺盛的生命力 比想像中的還要更加激勵人心 也讓漳和國中的孩子們種下一亩希望的田 期待繼續萌芽茁壯 數位天空新聞 綜合報導